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最冷维修学员的Wynman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台iPhoneX FixID不可用的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的时候就开机去检测 然后开机解锁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这一个面容ID提示不可用的 然后我们打开FixID的功能 然后进去设置 打开的时候也是提示面容ID不可用 然后我们就拆机去检测 在拆开排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观测到这一个 红外的这一个摄像头 这条排线是有断线的 然后我们把电磁胶拉开 然后把FixID的组件把它拆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个排线是已经裂开了 然后它在断开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一个刮开它的线路 然后去针对它飞线 把那断线的地方 我们飞线帮它接回去这一个电路 这里是断了三根线的 两根小的线 一根大的线 然后飞完之后呢 我们就给它上绿油固定了 上了绿油之后 我们用紫外灯 然后凝固 然后再贴那个标签纸 让它固定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装回去 然后去机器上面测试这一个功能 开机去测试 然后我们开机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一个提示面容ID 这个错误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打开FixID的功能 然后去测试是否可以正常录取 在录取的时候已经判断了这一个飞线已经解决了这一个故障 然后接下来再测试一下这个解锁的功能是否正常 然后我们关屏然后开屏然后就确实 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解锁的这一个界面了 然后再次测试 然后这一个故障就解决了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维修当中啊 我们要对这一个iPhone X之后的这一个有面容ID的这一个功能的机器要做一个保护的动作 我们在拆FixID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断电了 然后还有就是保护好它的排线了不要扯断了 不然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一个FixID的这一个功能 会有故障啊或者是永久不能修复的这个这个问题的 这一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还有更多的维修视频请继续关注我们巨龙维修学院 下个视频再见 Bye 下个视频